今天我们台湾受到华南远雨去影响 所以整个中台湾以北的这个降雨是蛮明显的 降雨到了今天晚上过后就会逐渐的趋缓 售价那一天的晚上开始 后面会开始慢慢的接近 今天我们台湾受到华南远雨去影响 所以整个中台湾以北的这个降雨是蛮明显的 降雨到了今天晚上过后就会逐渐的趋缓 明天开始我们台湾附近的水气会减少 温度也会开始逐渐的回升 一直持续到收价的前夕 但到了收价的那天的晚上 还有到开工的第一天跟第二天 我们台湾又会转为一个 降雨机率比较高的一个天气形态 从我们今天这个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在台湾的上空有一个比较偏蓝色绿色的一个地方 黄色绿色的地方是比较 对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云系 所以这波云系通过我们台湾的时候 就会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 从这个雷达回复图也可以见到 主要比较偏红色黄色 也就是降雨比较强的地方 是在我们的这个台中彰化 大湾云岭还有南投这个区域 所以在这个位置 降雨是比较明显 而且雨是累积的也比较快一点点 在这个北部的地区也有一些比较偏绿色的区块 这个部分会有一点点降雨 但是雨是上相较起来就不会有那么大 那这一波雨是通过的时间点 大约是在今天的白天 晚上过后 这个地方的雨是就会比较明显的趋缓了 明天开始到后天水气减少 所以只剩下这个花东地区 还有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震雨发生 一直维持到4月5号 也就是说收假那一天的晚上开始 风面会开始慢慢的接近 白天我们台湾呢是属于可能在东半部 还有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震雨发生 但是到入夜过后风面接近 所以整个北部的这个降雨几率 就会开始增加 那4月6号到4月11号 风面会通过我们台湾 所以整个迎风面的这个中部以北 东半部地区降雨几率是会提高的 所以这个降雨会变得比较广泛一点点